我跟海棠在一起了 你疯了 娘 我跟海棠最想得到的 就是您的祝福 不可能 顾海棠 你安的什么心 之前勾引月明 现在又勾引月轩 你已经是我们朗家 修出去的媳妇 我绝对不允许你 再踏进我们朗家来 你这么做 摆明了就是让月明难堪 让兄弟不和 让我们朗家臭名惹羊 太太 我和月轩 我们是真心心爱的 希望您能成全我们 可你从来都不是 我们朗家媳妇的候选人 莫话才是 你们门不当户不对 你没有资格 成我们朗家的儿媳妇 好了 春言 你这话就有些过了 爹 娘 当时骗婚的事 就是个错误 今天我就是来纠正 这个错误的 是 是个大错误 我就不该让他进这个门 顾海棠 滚 娘 滚 吃饭的时候 爹把海棠跟月轩 都夸上了天 我担心 爹对他们两个的事 不闻不问 我看大哥 多少有些不自在 这海棠跟月轩 要真的在一起了 那大哥以后 还怎么出去见人呢 再说了 这种事要是传出去 对咱们家也不好啊 提起这事我就造信 老爷 把所有的功劳 都寄给了月轩 跟顾海棠不说 月轩还竟然敢把他 跟海棠的事 搬到台面上来说 这事真的是不管不行 那个海棠 是如何当众顶撞您的 而月轩为了护他 一点面子都不给您留 现在倒好 他们俩都成了 爹眼中的宫人 这不当众打娘您的脸吗 妙兰之错 我是弃这个顾海棠 她一日不离开 月轩就会越陷越深 只怪我之前不够狠心 几次有机会 可以将她赶走 却又放任她在攻坊 作悲作福 这一次我绝不能形容 东方香水的概念 真的很新颖 许多外省的客商 都慕名前来 月轩跟海棠 的确很有天赋 他们两个人 总是能够互相激发灵感 如果海棠 可以让月轩从此收收性子 也是好事 你别在我面前在提害她 想起她我就信奉